国道3号北上351,5公里进新花休息站处 今天下午发生在送玉米饲料大货车为闪避掉落的大塑胶筒 车子失控反复倾倒在栏杆上 卢信司机掉落16公尺深的边坡死亡 国道警察调查是林信司机为系好车上的塑胶筒 至其掉落国道路面 卢信司机闪避不及丧命 林信司机被医业务过失致死罪嫌疑送法办 台南市消防局停止中心今天下午3036分接获报 案称有辆载送四辆大货车翻复在新花区国道3号北上351 5公里处救护车抵达现场时 大货车车头悬在护栏上车上玉米散落满地 但不见司机人影 最后才发现司机掉落约16米高边坡下 赶紧请求支援派来吊车 花了一个小时才将司机吊挂上来 但司机也没有心跳呼吸 经送台南医院新化分院抢救人不治 国道警方调查发现 大货车卢性驾驶是为闪避路面掉落物 失控擦撞到外侧护栏 货车翻复卡在栏杆上 卢性司机在撞击瞬间抛出车外 掉落约16公尺高边坡下方 当厂商重死亡 警方随后掉越沿线监视器清查 发现掉落物是从灵性男子锁开车子上掉下 是装化学物质的塑胶空筒 约有一公尺立方 林南在警消救人时 也回到事发现场 他公称不知塑胶筒掉落 试经其他车辆驾驶 告知他所在塑胶筒掉落 他从精化交流 道者返回到事发地点要找塑胶筒 但事故已经发生 坦诚犯行不讳 被一业务过失致死 最嫌疑送法办 一辆满载玉米大货车 因闪避掉落物翻覆 车子卡在栏杆上 司机坠桥王 记者无熟灵翻射 分享一辆满载玉米大货车 因闪避掉落物翻覆 撞进力量大 连装玉米的货柜坠都破裂散开 记者无熟灵翻射 分享这个掉落的塑胶筒 太货车司机闪避不及翻车 坠桥丧命 记者无熟灵翻射 分享一辆满载玉米大货车 因闪避掉落物翻覆 车子卡在栏杆上 司机坠桥王 记者无熟灵翻射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